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,迪丽热巴一夜翻车真相,是谁冤枉了她? 暑假档,多部古偶电视剧在热映,但是不少女主的造型都被吐槽,有任敏玉古瑶。 被吐槽像王祖兰,猪猪鼻。 而热巴热播剧《安乐传》一样被吐槽得很惨烈,一夜之间翻车了。 热巴总被吵古装太南乡,一群网友在斗瓣吐槽,很多人觉得热巴颜值下跌像女装大佬。 剧中热巴的眉毛比男人还粗,她本来的长相偏南乡。 这样一化眉毛,再加上这眉红色的嘴唇,就更加灾难了。 土色眼影配大红口红,把她的脸化得比脖子还白。 不少网友表示,这像极了我刚学化妆的样子。 这贴头皮的头发,角色造型因不贴合本人脸型,被朝发型不合适头套太紧。 为什么迪丽热巴的脸上总有两根刘海? 长歌行李,无论男装和女装,他饰演的李长歌额边都飘着这两处刘海。 在此之前,龙须刘海虽常见,但没有这么大的存在感,且多为男性演员留用。 抑郁风情浓厚的迪丽热巴饰演《大唐公主》这个操作就很迷,还把迪丽热巴的造型搞得那么失败。 出演《古剑奇谈》时,被造型师搞了个奇刘海,显得鼻子更加挺拔。 一张脸男子气十足,许多网友都觉得在古装剧中出现西瓜头刘海很不适合。 是非常难驾驭的造型,热巴在《古剑奇谈》就是顶着西瓜头刘海。 其实过去迪丽热巴就尝试过不少奇葩古装造型,以下迪丽热巴几款毁颜值的古装造型。 枕上书面具吓坏网友美人制造,晴天柱发际丑翻。 这发型,要不是热巴五官精致甜美,看起来可能会更怪。 同一张脸,为什么有时古装好看,有时古装翻车呢? 热巴是大美女,是造型使她失去了美感。